第二十二题 以杠杆受力如右图所示 各施力方向皆与杠杆垂齿 各接触点的摩擦力皆忽略不计 当在P点失忆力使杠杆达尽力平衡时 支点对杠杆向上的支撑力大小为何 我们从图上面看得到 我们的50克重的力举只有300 40克重的力举有600 所以50克重的力举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P的施力应该是朝下的 我们设为X 题目要我们求的是支点对杠杆的向上支撑力Y 我们这边就设为一个Y 那么题目是尽力平衡 尽力平衡的条件叫做合力等于0 合力矩等于0 要算力矩需要支点 那哪边是支点呢 老师上课讲过了 如果达到尽力平衡 任何一点都可以是支点 老师习惯上把支点放在 我不需要求的力量上面 在这里我并不需要求出X 所以我就把支点放在X上面 如果我这样子假设 我就可以省掉一个步骤 哪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合力等于0的步骤 向上力呢 要会等于向下力 那么我们这个步骤就不需要做计算了 我只需要算一个合力矩等于0 那么力矩就是力必乘以力 老师喜欢的说法是顺时钟力矩等于力时钟力矩 Y所造成的是顺时钟力矩 40造成的是逆时钟力矩 50造成的也是逆时钟力矩 所以我们就是算顺时钟力矩 等于逆时钟力矩 力矩是力弊乘以力 Y的力弊呢 是9加6是15 所以呢 顺时钟力矩是15Y 逆时钟力矩有两个 一个是40克重 它的力弊是9加6再加15 所以就是30 所以是30乘以40 另外一个是50克重的 它的力弊是9 所以它的力矩是9乘以50 那么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的逆时钟力矩 所以15Y呢 就会等于1200加上450 那么15呢 可以消掉这里是80 那这里是30 所以是80加30等于110克重 所以呢 我们算出来的Y 也就是支点对杠杠的向上支撑力的大小呢 是110克重 第22题问我们说 支点对杠杠向上的支撑力大小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A 110克重